我的音乐灵感 不但来自美丽的大自然 和深邃的中国文化 更是来自于 我和优秀的演奏家们之间的碰撞 在工作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互相感受到 来自合作伙们的气场 通常是一种和谐快乐的气氛 会一直弥漫在大家身边 每一位演奏家都尽情地享受 音乐带给自己的音乐 那的确是一种神奇的经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音乐会的前期准备工作 是十分繁琐的 需要事先设计每个乐段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节奏 不同的速度 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时段 转程起伏 平静高涨 要符合人身体的自然规律 这些不但要提前进行设计 重要的不同的音乐会演出中 不断地组织和完善 不断地组织和完善 每一次的排练都是辛苦的 但是每次也都是愉快的经历 在演奏中 每位演奏家之间交流的方式 是手中的乐器 而不是语言 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 存在于我们之间 在演奏中互动 交流情感 共同表达 我们对音乐的态度 排练有时候 不只是一种练习 更是大家一起交流心灵的平台 在共同的探索中 达到更多的共识 而表达共识的同时 又存在着表达形式的差异 所以就构成了音乐的 多层次的立体的表达方式 用不同的旋律 节奏 音色 技巧 甚至是其他方式 比如说灯光 影像等等 来共同表达一个忠心 这样观众得到的是一个丰富力铁的表达 从而达到演奏者和听者之间心灵的交流 所以 我希望我们的每一场演出 都可以是一次心心相应的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演奏团队的音乐家们不单单是记忆高超的演奏家 更是对生活充满热情 对音乐 饱含振爱的 充满浪漫情怀 虽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顶级的大师 但是在演奏中 不时地流露出孩子一样纯真的笑容 经常感动着我 能与他们一起合作 始终使我感到如性 打击乐是我一直以来喜欢的表达方式 音乐的动感更是和打击乐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音乐的律动和人体内带的循环是有关系的 节奏是循环的 人体的血液是循环的 情绪是循环的 生命是循环 宇宙万物都是全 所以循环的节奏包含着大致 在演奏中 打击乐也是最可以调整观众情绪的乐器 相信是循环的节奏 与循环的人体 情绪达成了共鸣 在我的创作中 不排斥任何音乐形式的加入 任何音乐元素都可以为我所用 创作中没有规则与条例 融合是我最多遵守的原则 我也喜欢尝试更多种类的乐器在我的音乐中 同样音乐家们对音乐不同的理解与诠释方式也是我特别看重的一点 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 在诠释同一首音乐的时候 是带了不同的气场的 我更希望在排练的过程中 有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灵感加入到音乐中 这样的话 音乐的感染力就会变得更强 也会更多的被更广泛的听众所接受和喜爱 每一次的排练都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每一次的即兴演奏都有特别出彩的部分 不断的总结精彩 不断的尝试突破 最终呈现的表演 就是最大限度 保留精彩的最精华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次的音乐会演出都是一个大工程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场地 不同的各种状况 所以一个高水平的制作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音响灯光 影像的设计 最初就需要介入 在排练过程中 音响组间会了解每位演作家的监听习惯 并根据音乐风格与演出流程 设计出最完美的方案 到达演出所在的城市后 还要经过很长时间对设备的调试 才可以进行采摆 对于演作家来说 一个陌生的演出场地也需要一定时间的熟悉和适应 尤其是室外的音乐会演出的 温度和湿度还会对乐器的音色与音质产生影响 所以要提前几天能到现场适应 同样在正式演出的前一天 我们要进行一场与第二天演出一样的彩排 一样的流程 一样的时间 以确保正式演出的顺利进行 组成一场音乐会演出的每个部门 无数的工作人员 舞台 灯光 音响 影像 特效 协调 导演 监督等等 在演出前的每一天 都会利用可利用的每一分钟 进行严格的工作流程 来保障演出的进行 首先 介绍我们的贝斯手 陈晓星 在每一场演出中 我都会把我的合作伙伴介绍给现场的观众 这样 我们与观众的心就会更亲密 吉他手 曾杰 吹奏乐 演奏家 郭忠和 谷征 沈月 南尼 李维娜 咸月的首席 马骁飞 康恰 和味家 鼓手 寻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维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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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认为 每一场音乐会 我们都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简单的演出 而是一次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是灵魂之间的深度对话 我和我的团队伙伴们 是用心来表达音乐的 这对于我本身来说 也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这对于我本身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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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于我本身来说